贴婷 老公来找我 他跟我说 超级连营想要解除 更伟宠的合作会员 我想要搞清楚的事情是 如果是你觉得 再见到我会很尴尬 我可以理解 我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我不能接受 这么偏偏地接受合同的 世佳 合同的解除 那你要不要接受这两件事 首先我要说 老同跟你接受合同关系 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另外至于你要不要接受 我觉得你去跟老同聊一下 问一下原因 我知道 所以 你要知道我聊的事情没有晚了吗 没有 你说 最近有多事情都 朝着不是我的意料中的那个方向前景 公司是这样子的 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有很多的合作伙伴 最近都选择不虚约或者是不会做的 创业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难免 然后我现在一直在想 碰到意外的时候 碰到意外的时候 很多事情不容人所愿的时候 该怎么办 我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去面对或者是解决这样的困境 这件事情也让我满困了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告诉你就是 是公司吗 不是 你先告诉我 那我不想知道 我们现在的关系 应该不是一个可以聊私事的关系 文伟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本来打算退回到朋友的关系 只跟有一些工作的来往 但我不知道 因为什么原因 我们公司跟伟创的合作 要终止 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请说实话 我们已经离婚了 只跟普通朋友都不应该要知道 所以我已经是想问 你发出短信是什么意思 我想见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今天想要见我是吗 是这样吗 我希望是你 我不希望你有任何一丝一毫别的情绪在里面 我不希望你借工作之用 带任何一丝个人的感情 我们所有的连接 所有的接触 所有的对话 对我来说 都是在伤口撒盐的事 我不希望你这样跟我暗昧不清 让又去跟别 反正总而言之 我希望我们可以退回到 最简单的关系 点头之交就各 对我来说 我不希望 我想见你四个字当中 有任何一天想的程度 你要知道你对我不是 是多大的伤害 哎呀 没想 got you 是多大的伤害 还是多吗 只能带着我来说 她的伤害 我们不孟里Miisha 迷路又怎样 让微笑的光芒 再找回方向 让你用坚强一个人留下 不紧张啊 这个现在这种手术已经很安全了 不会有事的 我不紧张 就上手术台上又不是断头台 是是是 嗯 没事 不紧张 不紧张啊 放心 我就在这儿等你 我不会走开的 放心吧 不会有事 不需要 这个他们里头还游会儿呢 你 要不我给你下去 花园里走一去 不用了 我们就在这儿等吧 啊 你肚子饿不啊 我给你买点吃的 你嘴唇有点干 什么渴了 哎呀 这怎么比我还挺张啊 我看还好呢 走来走去 把我弄起来 没有 不紧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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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你紧张 我要不还是给你买点水 行吧 我在这里 你看你情绪 好吧 嗯 训练一下没事 坐吧 来来 你你你你别乱动 就坐这儿啊 就坐这儿啊 别跑跳舞一会儿就回来 放心吧 有事打开我 好吧 如果这个没有生 生产的这样一个经历 这样一个过程 可能真的感觉不到 生命的这样一个奥妙 可能感觉到 嗯 为人父 主要是为人母的不义吧 哈哈 你辛苦了 你辛苦了 你永远 你永远 我认识了 现在很辛苦 我 你辛苦了吗 我都不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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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糊涂啊 干净妈妈多难多辛苦 你知道吗 而且这对孩子也特别不公平啊 每天都在进步 每天进步一点点 是很开心的啊 当你看见孩子对你 有那么一个微笑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些累啊 或者说这些这个辛苦啊 真的都值得了 我发现孩子的时候 经常会回想起我生产程度的痛 你没有生孩子的时候 你的强大的仅限 比如说你的工作 你的能力 但是有了宝宝以后 这个强大是无使劲的 一点点看他长大 我觉得我好像也重新诱活了一点 起车的时候是有点 不知道你做的结婚啊 你去哪儿啊 我决定完了 这孩子我要 我也是苦的 记住 蓝蓝 在这件事情上 无论你做任何决定 都是最正确的决定 我还是那句话 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命令 其实一定会追随公主的 好 上去吧 谢谢 谢谢 陈奕 陈奕 拉拉说她不打算打架孩子了 怎么她糊涂 你也跟着糊涂呢 她一个人带的孩子多不容易啊 而且你说有这孩子在 你们俩将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放心吧 这个孩子 不会成为我和拉拉的障碍 再说了 孩子对母亲总是最重要的 拉拉想把她留下来也是正常的 那 你怎么想的呀 她所有的决定我都会支持 既然拉拉想做这个孩子的好妈妈 那我就争取做这个孩子的好爸爸喽 老陈 放心吧 夏宏 我爱拉拉 我就会接受她的一切 你可得支持她呀 你别看她表面上那么坚强 其实她特别脆弱的 我知道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她的人了